請合掌 劉慕本思適交往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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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那我們繼續講這個 顯墨元通乘佛心耀 這個顯墨元通乘佛心耀 我們講了很多次 但是每一次很詳細地講完顯教的部分 現在剛剛講完顯教的部分 因為多數不夠時間的 不過現在因為有時間 我們講得詳細些 講完這個顯教部分 我們講墨中部分 這個顯墨元通乘佛心耀 分開顯墨兩部分 其實顯教的部分 他都不是講得很圓滿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後悟疲勞性海 這個後修普言行海 先悟疲勞性海 那這個就是誤法界 誤法界官 然後呢 後修普言行海 其實這些就是脈中來的 所以呢 解、行、並、中 和佛法分開兩邊 一邊是解、一邊是行 所以這個佛法來講呢 我們首先要知道佛法 究竟是做什麼呢? 如果不知道佛法究竟是做什麼呢? 那你就不能夠掌握到佛法的用處 那所以呢 這個佛法呢 解決三個界的問題 三界 這是三界的問題 三界 第一是默則世界 第二是靈界 第三呢 是這個法界 這個全世界可以分為這幾部分 默則世界呢 就是由108種元素組成的 這個元素 這個 108種元素 Element 這個呢 靈界呢 又是61種粒子組成的 那麼這個法界呢 是有很多元學說了組成的 元學說了組成的 元學說了組成的 這個無限的元學說 無窮無盡的元學說組成 那麼這個宇宙大爆炸的時候呢 The Big Bang 宇宙大爆炸 最初呢 宇宙是一團共細團的物質 那麼137億年前呢 就The Big Bang 大爆炸 大爆炸出來的時候呢 就釋放出很多東西出來 那麼最先釋放出來是什麼呢? 是元學說 最先是元學說 元學說 元學說 跟著呢 跟著呢 再出來呢 在元學說裡面再出來呢 是61種粒子 61種粒子 61種粒子呢 遇到希加斯粒子 希加斯呢 呢 宇宙大爆炸的時候 那些科學家呢 就去追溯分 百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 億分之一秒 的發生的情形 那麼他們呢 很驚訝呢 發覺這個宇宙呢 應該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主宇宙大爆炸出來的呢 是元學說 更加看不到 這些是 一百分之一 再一百分之一 的質子 質子已經夠小了 總一百分之一 再一百分之一 那我們現在所知的是 立米 立米呢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一米 叫做立米 十分之一 一個是怎麼樣呢 就是如果你把地球 立米化的時候 一個乒乓乓那麼大 所以呢 這個一百分之一 再一百分之一 小到沒得再小 那麼有很多元學說呢 就變成這個粒子 一個粒子裏面呢 一個原子核 那裏面呢 有很多電子 中子 微子 微微子 有很多 很多種組成的 那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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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一個质子裏面 一百分之一 再一百分之一 那麼很多組成 這個粒子 六十一種粒子 這六十一種粒子 都是空的 沒有體積的 沒有體積的 沒有什麼的 所以科學家說 這個世界呢 那為什麼會有 麥質世界出現呢 1968年呢 希格斯提出有个希格斯粒子 一个希格斯墙 即是有很多希格斯粒子 挡住了六十一种粒子 拖慢了六十一种粒子的时候 便演出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 拖慢了 因为拖慢了之后 才有物质世界的东西 这些继续穿下去 变成又是六十一种粒子 变成灵界了 这个物质世界 变成灵界了 六十一种粒子就是灵界 接着再穿下去 再细下去 再细下去就是玄学树了 又变成玄学树了 因为这里过滤 所以我说希格斯粒子 应该有十重 十重 那些叫做十法界 科学家也说十一度空间 十一度空间 不同空间 就是不同空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是密质世界的 所以我们的眉粒子是大一点的 所以我们是深厚厚的看到的 如果穿过我们这个界 不同我们这个界 我们这个是五翠集居地 如果这个眉小一点的东西 六十一种粒子我们是看不到的 六十一种粒子好像手机那些 那些电波啊 无线电波啊 手机啊 宫屏啊 那些全部都是粒子来的 那些是有东西但是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 那这些呢 属于灵界 那些鬼神啊 那些属于灵界 所以我说呢 有十重禧架施墙 那变成了呢 有十法界了 这个天人外国 阿修罗地要畜生 这个阿罗汉匹之佛 这个菩萨佛 所以呢 有十个禧架施墙 那十个禧架施墙就挡住了 那么这边呢 这个地方呢 灵界六十一种粒子 用粒子的生活 所以粒子呢 密集的世界呢 一块块东西呢 就很能拆散的 因为你就算有些人得的 用念力 有特殊技能 那些人用念力可以拆散些东西 可以组合些东西 但是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 但是 如果你去到灵界那里呢 其实都可以变了 鬼神也可以变 天人也可以变 什么都可以变 它是變野的 即是由觀察者的意志形成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觀察者的意志 它喜歡什麼就是什麼 喜歡變成天公就是天公 不過下面都是有些勢力的 你的天公比旁邊的那個 旁邊的那個砌你 那你又是打 又是打 又可以打 所以那些大力鬼神就用這些小鬼來做事 變成奴博 所以天人裏面有一些是妹仔 天女就是妹仔 外面遞水遞茶的妹仔 雖然是天人 但是她是妹仔 有些是守南天門的 人家坐得汪汪定定的 守南天門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天人的 守南天門那些是夜叉來的 那些是屬於被天洪復了的夜叉那些 所以這些就是靈界 再下去就是圓鶴雪的世界 圓鶴雪就散散了 沒有色界 這個肉界 色界 毛色界 毛色界 毛色界就是沒有顏色的 沒有東西可以看到的 因為散開 圓鶴雪很細粒 很微細 即是則子的一百萬份之一 再一百萬份之一 圓鶴雪呢 照霍金來說就有兩種 一種是長的 一種是圓形的 這兩種圓鶴雪 所以無論什麼都好 都是由這兩種形成的 這是小的能量體 一個圓的能量體 一個直的能量體 所以我們數碼又是101010 數碼差不多到圓鶴雪了 就是已經知道什麼都構成都是101010 如果你用這個格子來說 黑白黑白 左右都是黑白黑白 所以你去到圓鶴雪是最小的 圓鶴雪是沒有生體存在的 佛是發生 佛是圓鶴雪 它形成的形態是這樣的 這些圓鶴雪呢 它裡面有行的東西 就是它都有性質不同的 有些是慈悲 有些是大怨 地藏菩薩就是大怨的圓鶴雪 這個觀音就是慈悲的圓鶴雪 這個普賢菩薩就是大行的圓鶴雪 這個圓鶴雪就是大致的圓鶴雪 所以由不同的圓鶴雪構成不同的東西 所以圓鶴雪在側子裡面是很小的 這個圓鶴雪的活力的運動 這個運動就影響到側子的形態了 如果圓鶴雪的圓鶴雪的活動大一點的 那側子就更多了 所以就形成不同的側子 變成不同的東西 我們修行的時候 我們祈求佛菩薩的時候 這些東西就會形成了 所謂形成一個慢慢形成 很多圓鶴雪形成一個粒子 很多粒子形成一個形象出來 形成一個物質 這個物質都可以實物的 不過很可能形成的 就是這個佛菩薩都可以形成實物的東西的 不過它多數都是靈界去到靈界那裡 這個圓鶴雪你扣靠靠靠靠 它就變成粒子變成靈界 再扣靠靠它就可以變成實質的東西 或者因為你組合嘛 所以我們這個佛法來說 這三個世界 這三個世界呢 現在佛教是沒有人知道的 只是我在這裡講這三樣東西而已 由我用這三樣東西來講 上幾天有個鬼佬 鬼佬就走去出家了 就是出家根據師父的師官 就是越南法師來的 我跟他講原學書 跟他講靈界的物質世界他都不知道 他只是說在那裡收什麼 他師父還說叫他去學界律 去嚴通子 去台灣學界律 他不知道這些東西的 雖然美國的科學共先進 他們都沒有提到這三樣東西 因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這三個世界的分別 所以我們說這個物質世界是釋迦牟尼佛 教人家消除煩惱的 消除物質世界的煩惱 斷煩惱了生死 斷煩惱了生死 靈界就是盧瀉羅佛 盧瀉羅佛講大成經 盧瀉羅佛講什麼呢? 盧瀉羅佛講花炎經 盧瀉羅佛講花炎 千將盧瀉羅 千將盧瀉羅 有銀 聲聞有銀不見瀉羅生 有意不問微妙法 聽不到的 這是盧瀉羅佛 盧瀉羅佛講靈界的東西 這個大成最喜歡的就是淨土 淨土是屬於靈界的 因為淨土不是這個世界 是一個精神的存在 所以是屬於靈界的 所以淨土法目 這個就是善定 打坐、對峙、憤怒、善政 這個法界就是盧瀉羅佛 大日如來盧瀉羅佛講的 盧瀉羅佛講什麼呢 講這個墨瀉 講墨瀉 墨瀉就是世間兩種圓滿 因為這個又要空 世間要圓滿 就是世間你 墨則世間要圓滿 出世間也都要圓滿 只是世間滿足 出世間永德都不行的 所以世出世間兩種圓滿 所以這個墨瀉 這個就是大日如來 這個大日如來 這個疲勞遮羅佛 疲勞遮羅佛就是霸生 所以這個 這個釋迦牟遮羅佛講的就是小誠伯伯 小誠伯伯對什麼人收呢 對斷煩瀉的人收 喜歡斷煩瀉的人收小誠伯伯 所以那些泰國、緬甸、斯里蘭卡 這些小誠國家斷煩瀉出家 日中一食、三一一副、樹下一縮 什麼都沒有 當然了 他能夠樹下一縮、三一一副、日中一食 什麼什麼憤怒都應該少一點 他出家沒有老婆 沒有老婆、沒有冤家 自然沒有債主 每一個債主四百萬 你坑分四百萬都夠了 所以特首和三隊籃球隊 只剩五個 五個就大件事了 二千萬 二千萬是自己花的 所以他沒有冤家 接著就沒有債主 沒有債主 那麼樹下一縮 不用交租 不用供樓 你多開心 你去邊框樹那裡 喜歡就坐下 不喜歡就走去別的地方 天天都不同 不同地方都可以的 天天都不同 哪裏風景比去哪裏 所以很開心 黑食 住下一縮 當然不用做事 做事就是黑食 他做事只是 早上走出去黑 黑漆家 黑不了回去打造 不用吃了 所以不用做事 不用交租 不用供樓 沒有老婆 沒有子女 你是不是開心呢? 就是開心 開心的 這個斷範老 就是表面上已經是斷範老了 那你還可以 這個不夠 這個呢 還可以什麼呢? 打坐啦 打坐 還可以打坐的 你再打坐下去 打坐呢 斷範老 正安和漢果 這個是小成的 現在的剛剛學佛的 剛剛學佛的 是對的 剛剛學佛的 就是這些 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 現在都不知道做什麼 打坐 你接觸到佛法的時候 他去打坐 如果不打坐 他做什麼呢? 叫他求生淨土 他也不會 那些年輕人 你看看那些十幾二十歲的 那些年輕人 你叫他求生淨土 初來大家也試過 你去求生淨土 什麼都沒有 你是求生淨土 所以呢 這個又不會求生淨土 也都不會 不會登山沒錢花 因為媽媽就是打天 要多少就問媽媽拿 大陸現在很有錢 每個人都很有錢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一孩政策 兩夫妻 供了一層樓了 找到一層樓 而且那些樓是以前 早先淨落的 兩夫妻都與兩夫妻的事 淨落來一定會給他的 因為一個小孩子嘛 那兩夫妻的錢 又是給了一個小孩子 就是以前淨落來的錢 錢都給了一個人 你說是否法呢? 他們都是不用做事的 窮就很窮的 有錢就很有錢的 所以每個人都不用做事 二世祖 所以呢 這個斷樊老 所以斷樊老了生死 適合年輕人收的 這個少年人 這個靜島當然適合老年人 老年人收的 奇嬰也適合收了 因為老了之後 叫他收墨中又不行 打坐又不行 打坐又定不了下來 又吵了 環境又不好 唯有念佛 念佛求生淨土 最多就是求生淨土 中年人老中青 老中青三個八卦 中年人他要博殺 要賺錢 你不賺錢 你家裡也要逼你賺錢 你老婆也要逼你 包租婆要交租 子女要交學費 以前就說 沒有錢都讀書 現在沒有錢讀不了書 因為下午要給他吃 我要吃要七百塊 就包裹吃 學校現在包裹吃 你少少一件事 你都去不了學校 所以這個中年人 就要博殺了 這個就收墨中了 墨中有什麼呢? 墨中有財神 墨中有藥師佛 墨中有准提菩薩 就收這些 收這些滿足世間的東西 那麼出世間又要圓滿 所以出世間兩種圓滿 這三個佛法是佛定下來的 雖然大家是不同時間的出現 但是這個是佛定出來的 這是佛一早已經安排了 因為每一個佛法都是要這樣的 老中稱三樣東西都齊 所以我們看這個印度佛教史的時候 我就知道印度佛教史分開五個時期 五個時期這個是女情分的 第一是佛陀涉花期 這個佛陀涉花期 這個是當年佛陀共四聖太十二英年 這個是小城 第二是佛陀滅到後 到佛陀滅四百年 這個是佈派結集期 分開四次結集 十八佈派 這些就是小城 小城就想到一切有佛 一切有佛 一切有佛就是三世實有 有 怎麼可以證到呢 雖然是有 但是不是實有的 原在而生 原生而滅 分析那些東西認為它是空的 所以原在而生 原生而滅 所以雖然有 但是不是實的 所以他們免得要現在這些東西 所以日中一食 所以日中一食 樹下一縮 三依一骨 然後走去修行 佛見到小城人這樣修法 搞不定的 因為為什麼 第一 在佛在世的時候 佛還在這的時候 還沒有地盤的時候 很多人出家 很多人跟佛修行 這個時候佛教徒多數都是出家人 到這個步伐結束期的時候 都是出家人很多 到這個過了四百年之後 出家人就漸漸少了 在家就很多學佛了 現在這個日中一食 樹下一縮 只不過是適合出家人 在家人就未必對的 在家人因為要交租 要供樓 要養子女 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五百年就提倡這個大成喜訊論 講大成 大成就不只是講斷盆腦 不是斷盆腦 不是講斷盆腦屌生死 而是講燒業積複求解脫 這個就是燒業 要燒 第一 我們有很多業帶來 所以我們要燒業 要拜慘 要放蒙生 施食 還有積福 積福 我們要供天 積福 積福 這樣就要念佛求解脫 所以燒業積福求解脫 這個就是斷盆腦屌生死 這個佛在世和暴派結束時期 都是斷盆腦屌生死 但是這個時候要增加福了 燒業積福 所以大成中官 首先有農畜的中官 因為暴派 因為小城一切有暴 所以要用忠官來破這個小城 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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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兇 亦明是假明 亦是忠道義 這個是忠官 忠官出來的時候 這個龍樹菩薩 六百年龍樹菩薩出來講忠官 講忠官的時候 那些人就收忠官 誰知道呢 收拾一下他就執著了兇 一切的東西都兇 沒有佛可成 這個所有東西都是兇的 波野如大火醉足之則乏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兇的 所有東西都是兇的 又不行的 所以八百年的時候 八百年的時候 這個維蜥 世生無雀出來講維蜥 破忠公立 這個有 兇有之爭 這個兇 這個兇 維蜥是有 講有了 這個維蜥是 警無心有 所有的東西都是警無心有 所以這個維蜥 維蜥出來 到一千年的時候 差不多一千年的時候 兇有之爭了 這個叫忠官後紅期 其實這個是墨教時期 墨教時期 為什麼呢 因為兇有之爭 這個忠官和維蜥 在拿南河大學那裡 辯論了七年 這樣都沒有結果 當時外道有個雙傑羅主 婆羅門有個雙傑羅主出來 提倡念咒 那些人就跟著去 今天要找吃的 要念咒 念咒好些 那些人走去 信了其他人 信了一些外道 佛教的大德 想到不對勁了 只是這樣拗忠官為息也沒用的 所以就講這個默忠 那時候就開始有默忠了 六應門 這個默忠一直流行到1200年 1200年的時候 回教打入了印度 統治了印度 這個時候還是默忠的 所以我們說 最後這個是默忠 所以學法不可以走回頭路的 不可以說我喜歡小城 我喜歡大城 我喜歡忠官 我喜歡遺色 這個是進化來的 佛教的進化 你不可以走回頭路的 是這樣就這樣了 不過你可以偏向收什麼的 這個就是印度的佛教士 中國的佛教士 這個印度的佛教士 這個中國的佛教士 八幾年 傳入來中國 這個銅山葬 819年去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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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遇到遺色 這個719年去印度 723年開完三大使來中國 這個開完三大使來中國 然後白宗在同朝的時候 這個原裝法師就在同太宗 同太宗原裝法師徵官19年 這個徵官一直到開完三大使 開完就是同明王的時候開完三大使來中國 所以原裝法師先 接著又有天台 又有遺色 一大堆東西 天台更早 天台在徐朝已經開始了 徐陽帝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天台 所以白宗就在中國興起 在印度是沒有花言的 不講花言的 又不講天台的 又不講天台的 又不講禪宗的 雖然說 追回去特魔祖師 追回去27祖 菩提特魔 這個波野 菩提波野 傳給他的 但是這個是追的 追回去雙和羅參 一直追追追追追到他的家涉專者 但是其實印度是沒有人收的 印度是沒有人收的 那每個人都收禪定的 但是他不是收禪宗的 禪宗教外面傳的 所以這個大乘佛法 全部在中國興起的 在中國興起 小乘佛法 在印度本來到這個中宮遺色之後 沒有再 其實這個天台就是中宮來的 花言就是遺色 花言的遺色 遺色若印了 了知三世一世佛 英國法界聖 這個花言傳下來 遺色傳下來 變了花言 變了天台 所以這個是中國 中國的特色的佛教 所以我們現在學佛教 不是學印度佛教 那天我們供全法供頂 有個大陸法師來 那我叫他唸 那我叫他唸 他唸佛文 唸佛文 我們叫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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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的 那我說你唸什麼呢? 他說唸佛文 唸佛文呢 唸佛文 唸佛文 哦 原來這個大陸有佛文的 因為北京大學呢 我都認識一個張教授 北京大學教育藤體佛文 就是什麼都有人學 請一些斯里蘭卡來啊 有什麼 讀佛文 讀佛文呢 我告訴你 我們中遠流呢 就是在日本的 傳到過去在日本 1200年 1200年都是讀日文 你讀佛文呢 那些佛法不知道會不會聽 你想相應呢 你就用40年去唸它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佛法全部都認識了日文 現在變成習慣了那些日文 習慣就是最重要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正式的佛文呢 他不知道你說什麼 所以不一定是佛文就好 那為什麼呢 我說那些日文也讀得對不對 他說對的 大部分都對的 但是呢 有些捲利音呢 他讀不到的 這個什麼 什麼 Taku Taku Waza 他讀不到的 還有呢 有些 Gree 那這個 他是讀不到的捲利音 為什麼呢 空海大師說呢 日本仔 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呢 那個矮 那條舌是短的 他覺得他們 他讀不到捲利音 所以就沒有捲利音 所以就不讀捲利音 因為你沒有辦法 那西藏人呢 他也有些字 讀不到的 那個Waza 我們就說Bazala 我們就說Bazala 這個 日本就是Bazala 這個西藏人呢 就Waza 這個西藏人呢 就Waza 這個西藏人呢 就Waza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各個音都不同的 但是那個音呢 是照足全城的嘛 所以我們學的東西呢 我們是學中國佛教 不是印度佛教 我們中國的神呢 習慣了我們中國的音 那麽何那庭那多那爺爺 你不要走去改它 我現在墳盟 很威衰 等一年四十年就有效了 所以慢慢念 所以 不是一定改了墳盟就好 現在要墳盟大悲咒 要墳盟什麽 我會念墳盟大悲咒 我會墳盟什麽 你慢慢念 念四十年會有效的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中國 有中國特色的佛教 所以我們中國人那條利 是沒有辦法捲到的 尤其是廣東人 廣東人是登陰的 全部登陰字的 你不可能 讀到Waza 那這樣的東西出來 你怎麼解釋呢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那些大德來到中國的時候 已經改了 那些咒已經改了 二俠三俠那些 二俠三俠那些是長安音來的 唐朝那時候用的 現在的人又不同了 所以我們現在呢 現在的音又不同了 所以佛法呢 不是在印度出現的時候 我們就是印度佛教 我們要學印度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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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學印度的那些 那些風法案 那麽多 你就死了 印度就是出了問題 因爲什麽呢 因為它受傷生法 印度廟 全部都是這些東西來的 那些人以如目掩 那些東西當然是放不下 放不下的時候 就有很多風法案 所以千萬不要印度旅行 所以這個印度呢 就很麻煩的 印度 那你學回它 那麽麻煩 它那個時候 是適合那個時候的佛法 日中一食三一一步 那我們在中國大成的時候 禮儀之邦 我們多數研究經典多的 天台、花鹽那些 那些 跟著求生正土 念佛求生正土 那這個現在呢 現在到現在這個時代呢 到現在這個時代呢 又興奮墨終了 因爲什麽呢 因爲那些人呢 只是求生正土 那如果你念佛求生正土 不是不好 但是 後生仔不會和你念佛 做著生意的那些 不會和您念佛 念佛念到你 被人搶了 最重要是懂得爭懷豬 最重要是默忠 默忠怎能夠快點發達 怎能夠有錢 怎能夠成功 這樣就變成了默忠的天下 變成了默忠 我們中國的默忠是不爭氣的 我們默忠本來是中國的 不爭氣 第一 我們的默忠 唐朝被空海大師傳了過去日本 幸好他傳了過去日本 空海大師就是北空三藏來的 他覺得這個法應該傳去日本才能夠發展 為什麼呢? 在中國來說這個禪宗太過輕盛了 他變成了別的都不行了 除了淨土 淨土就是不理淨土 我連核求生淨土而已 禪政兩個太過厲害了 而沒有人走去收這個默忠 以及戰亂 三無一宗之亂之後 法本又不見了 他藏在法蒙子的地宮裏面 藏在法蒙子的地宮裏面 永遠都跟日本的一模一樣 空海大師帶過去就是法蒙子的那些 所以這個在中國 還有我們現在的離開印度院 後期的印度都不是默忠 都不是這些東西來的 我們那個時候是蜀藤體的 現在印度一天成體就變成天成體了 他畫一條線在那裡 一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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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畫一條線在那裡 我們那些一個個字 他畫一條線在那裡 天成體 所以已經不同了 你走去學天成體的繁榮 你走去學蜀藤體的繁榮也好 你讀了歌詞音很正都好 立刻不敢認 就是沒得敢認 你為什麼正正未必敢認得到 因為習慣了 所以我們不是一定 這個不是印度佛教 這個是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 中國有自己的佛教 中國中國佛教 所以我們學的 又不是西藏佛教 西藏佛教 西藏佛教教理是有些問題的 三漏一宗之後 他是偏向修行 他的蜜宗教理 沒有天台花鹽加進去 金胎兩藏 他沒有胎藏界 金胎沒有胎藏界 胎藏界只有中國有 印度也沒有胎藏界 只有中國有胎藏界 這是一行禪師做出來的 孟德納 一行禪師在《大入經》裏面 裏面做出來的 只是有金剛界 但是金剛界他都不明顯的 變成我們有三十七尊 西藏都有三十七尊 他知道三十七尊 但是金剛界只有三十七尊 他沒有整個金剛界 金剛界胎藏界的孟德納 只是中國有的 所以西藏的蜜宗是不多 不是那麼圓滿的 雖然他自己因為後期受了印度太接近了 受了性力派的影響 然後傳出雙生法 傳出雙生法更加變化了 所以現在零魔車來說都很難做的 你否定雙生法 你全部的東西都不適合 那你沒得否定的 你說有雙生法呢 那就大件事了 那怎麼能夠成佛呢 那自己又不修 出家人又不能修 出家靈火車不修雙生法 那只是在家喇嘛就修雙生法 那你變成整個佛 變成這裡又不是那裡又不是 那還有呢 他有轉世 他有轉世 每一世 有國王在這的時候 有達賴喇嘛在這不同的 那你哪個轉世 要經過達賴喇嘛確認 達賴喇嘛不認你 你就是沒有用的 所以有一個 那現在達賴喇嘛沒有權 沒有權去確定哪一個轉世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自己是 變成現在每個靈火車轉世 轉到轉了 轉到這個大寶華王有兩個 卡路靈火車有三個 敦芝靈火車有六個 然後誰爭誰假 誰不可以爭誰假 每個人都是 所以這一個轉世又是論述 第二呢 他們那些西藏盟族 他們是柔木盟族 他們不流行寫牌位 我都說過給靈火車聽 他們寫牌位 寫牌位 骨灰你不做就不要緊 骨灰這個小城都做 小城怎麼不做呢 一個個塔 那些是骨灰來的 骨灰 那天壯當然沒有骨灰 他又沒有牌位 他又不流行寫牌位 那我說給靈火車聽 這個大城是靠牌位的 墨宗呢 寫了牌位出來 或是佛道整個牌位 雖然人都想要 但是靈火車又不能弄 好在他不弄 我們連牌位都沒有 所以他又說不行 西藏沒有這樣的傳統 沒有這樣的傳統 你也可以說可以 所以他每次都來籌錢 籌完之後 籌影又籌 所以變了一個麻煩類罪的東西 那些人不學墨宗 因為不是說他不好 怕籌錢 一去到就籌錢 一去到就籌錢 誰管多錢給你籌啊 那些有錢人就被籌了 沒有錢的呢 有錢人跟你學 他只是想加持而已 他就不會修行的 他不會修法 修法的那些是沒有錢的 沒有錢你籌得多的就不理了 所以這個西藏有西藏的問題存在 所以這個 而且它的民族性是不同於中國的 所以中國有中國的密宗 中國有中國的特色 所以中國有中國的佛教 所以這個老中青 這三個是不移的了 這個就是一定的了 所以年輕的 這個學生 或者大學生 就是教授啊 教書啊 就是喜歡打坐的 就是修禅修啊 那這個年紀大的那些 就是念佛啦 那些奇英就是念佛啦 那中年人呢 那你要學墨中呢 所謂學藏墨 藏墨就花很多錢啦 要花很多錢啦 要花很多錢 這樣啊 花很多錢 而且藏墨呢 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它是凌波車 它永遠都是凌波車的 你不可以學到凌波車的 你不要 因為它藏墨呢 它那一套東西呢 是要3003個月閉關才能夠做到喇嘛 喇嘛呢 那些藏墨才考駕駛 過二十年才考駕駛 考到駕駛再上去呢 都不能做凌波車啊 轉勢的嘛 所以這個轉勢 轉勢制度呢 以前是好的 就是在這個初期是好的 因為找到一個人 將那些法傳給他 那那個呢 就是這個轉勢了 那本來是好的 但是最後呢 傳下來呢 每個人都說是 那每個人都不是 那這個呢 這樣就很難說了 就是很多護法出來 不知道誰打誰 那現在呢 現在就不知道怎麼說 現在我們就不要理他 總而知呢 西藏佛教都是佛教 西藏佛教都是好的 高國佛教都是好的 小城佛教都是好的 中國佛教都是好的 所以各樣的東西都是好的 如來講的嘛 適應當時的基 那現在來說呢 就是墨宗了 那現在要學墨宗的時候呢 這個我們叫唐墨 唐朝的墨宗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是唐朝的墨宗 唐朝的墨宗 因為為什麼是唐朝的墨宗呢 因為唐朝呢 這個康海大師拿去日本之後呢 其實佛法最興盛的時候是唐朝 所有的宗派都是在唐朝那裡興起的 這個禪宗也是唐朝 這個陸祖在唐朝嘛 武則天請他去應供 這個就是唐朝 這個陸祖在唐朝啦 這個開源三大師在唐朝啦 《花盈道順國師》在唐朝啦 這個 《閻守》 《閻守》在唐朝啦 《閻守國師》這個 《無上甚深微妙法》 《八千難極能遭遇》 《我今敬文德授詞》 《念解如來真實義》 這個就是武則天作的 他聽這個《閻守國師》 講《花盈金詩子章》的時候作的 《花盈》的時候作的 所以呢 這個呢 就是唐朝啦 所以所有的佛法呢 最高的就是唐朝 慢慢地倒 慢慢地一邊倒 倒到現在 沒法啊 沒辦法 即是唐朝那時呢 應該是淨法啦 應該是淨法啦 但是到現在呢 沒法啦 大家都說沒法啦 沒法時代 慢慢地倒 慢慢地倒的時候呢 那麼唐朝的法教呢 唐朝的墨宗呢 就傳了去日本 所以呢 你要學 你要學這個墨法的時候呢 你要去日本那裡學 不過去日本那裡學呢 就有問題 為什麼有問題呢 第一 日本呢 是佛倫灯祖 只是懂一些東西的 拿些東西 但是它不懂得用的 就是不懂得變通 日本是不懂得變通的 你說 那它保存的東西很好啊 當然保存的東西當然好啊 但是它不變通的嘛 所以各樣都有傳承的 那這些呢 顧舊的傳承當然好啊 你去日本呢 那些人很喜歡日本旅行 為什麼呢 因為全部都懂得懂的 它有千多個漢字呢 或者幾萬個漢字 它有千多個漢字 那你去街道名啊 什麼東西都是中文的 舖頭名啊 什麼東西都是中文的 不過讀音當然不一樣啊 讀音它過了這麼多千年 讀到完全不同了 但是呢 始終都懂的嘛 所以唐朝 它傳過去日本的時候呢 那它去到日本日本的時候呢 那頭頭呢 那些人還懂得中文的 那些人 那些唐朝那些 就是走過去的時候呢 古代那些到平安時期啊 都明治那些人 還在用中文的 就是中文啊 明治維生之後呢 那些人就開始 開始 開始 開始少一些中文 那到現在呢 完全差不多 街道那些人都不懂中文了 懂了一千多個漢字 懂漢字 但是呢 不懂中文的 那不懂中文的時候呢 那參考一些古代的那些東西呢 那就難了 就是變成脫了一字 所以就脫了一字 那現在我們呢 過去學了回來呢 原來發覺它全部是中文的 拿回來的中文化 沒有什麼東西 就變成很好用了 就是我們 我們回來中國呢 就很好用了 在日本呢 反而沒有了 日本呢 變成一個形式 還是形式 那為什麼會變成形式呢 第一 古代的時候呢 那些有錢人呢 自己喜歡建廟的 紅菊祖 紅菊祖就是做建築的啦 有個紅菊子 在赤松對面有個紅菊子 專門收他的 赤松我們學的 赤松呢 赤松是諸侯來的 現在我們學這個高野山呢 他自己是德川家族的 德川家康的 所以我們高野山的 logo呢 這個 logo呢 就是一個大三巴 這個大三巴 大的好像太極一樣的三個東西 這個大三巴呢 這個大三巴呢 是這個左伯家族 左伯 左伯這個是弘伯大師的家族的家徽來的 這個是家徽來的 這個另外一個 一個銅呢 這個叫三七銅 三五銅呢 三枝花 然後呢 五八銅的 這個三五銅 三五銅呢 是德川家族的 德川家康的那次 因為他是諸侯嘛 所以德川家康呢 就給他用這個 因為他是皇帝廟嘛 所以兩個就用了高野山的 logo 現在日本呢 日本國會那個呢 都是用這個 因為日本國會是德川家族的嘛 現在是德川家族 現在還是德川家族的嘛 他是三七銅七化業的 多兩五十業的 三七銅叫做三七銅 日本國會的 所以呢 我現在回大陸的時候呢 我做過一批袈衣服 我不要這個 我只要那個法輪而已 只要那個法輪 鹹花裡面的法輪 整件袈衣服都是這個 logo 那免得被人清算的 大陸廣都可以 大陸來日本 有什麼警告 就是累他們 當然不要了 所以我做了整個 logo 整個 logo 這個是沒有我們 所以它的 logo 是家輝來的 就是它是家裡的 所以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家裡 自己的家裡都要跟廟 最初就很多人出家了 就是古代的時候 很多人出家爭奔頭 因為修行嘛 每個人都爭著出家 這個皇帝又出家 太子又出家 什麼都出家 現在呢 就越來越沒有人肯出家了 所以呢 沒有人肯出家 但是怎麼算好呢 那麼到風神修急的時候呢 就下令了 就說 現在呢 我們日本人人少啊 所以你出家人呢 要結婚了 明天打仗才多人的嘛 可以結婚 可以結婚 那麼跟著呢 我們日本天氣凍 你不吃藥就不行的 你吃藥吧 就說吃藥 那麼這個呢 吃藥吧 身體健康一些 他說身體健康一些 可以吃藥 那麼跟著呢 又說 日本天氣凍的 你不喝酒不行的 喝一些般若湯 所以呢 又是般若湯 又喝酒 所以我們去到 第一次我去 我學這個動物的時候呢 去北洞子 北洞子呢 是台灣的 高雄北洞子 那麼日本仔 他是在修嚴道的 日本仔 一大堆 有日本鷹鷹來做 來做這個齊登大護摩 那麼跟著 見到他們一雙雙地崩下來 崩下來 跟著就踏在大頂上 咦 7 Mile 全部都7 Mile 一大堆的燕仔踏在大頂上 跟著是般若湯 一瓶瓶酒 大堆在大頂上 就說共這些 他們共飲酒 共什麼 那接著呢 說那天結婚 有結婚當然有老婆 老婆呢 頭頭都是飛光頭的 到第二年的時候呢 這個大狀相呢 就說 這個家鑽可以留長頭髮 所以現在要去到日本的那些 那些出家人的那些太太呢 是留長頭髮的 就是有頭髮的 不用太光頭了 以前不是的 以前都要太光頭的 那這個呢 那變成了他的老婆子 子女住在那裡 那廟裡面是吃齋的 回家就吃雜的 那所以呢 分工 那所以呢 這個真正的出家人呢 有1.5% 就是200人裡面有3個是真正出家的 其他那些呢 五屆出家 受五屆出家 但是他作的法呢 又很完整的 又太左邊法 又太右邊法 那他的法呢 是很圓滿的 就是剃道儀式的 叫做得道的嘛 所以你要學這個動物的時候呢 首先就要得道 因為以前規定呢 你要得道 3月就得道 那這個6月呢 6月就受三藤大戒 那10月呢 就做全法灌頂了 受刑三藤大戒 你就可以抽四家行 那3個月呢 就做完了 89天 89天就收完四家行 那10月呢 就灌頂 灌全法灌頂 那所以呢 他3月得道 這個6月受戒 10月呢 就灌全法灌頂 那香港呢 有些過去的 跟我一起都有 有個姓徐的 姓徐的師兄 那姓徐的師兄呢 我真的3月得道 6月受這個巨足戒 這個受完巨足戒 那10月就做全法灌頂 那我就說 我又不說他 你再加一人 你有老婆 他是有老婆的 有老婆有子女 那我問你怎麼得道呢 得道了就出家了 那你每天都回家 你又回家的時候 你就去逛街 大街逛街 那日本都是這樣 日本不同的 那些護法神見慣了 你香港不同的 香港的護法神的要求又不同的 你說你是出家人 那當然要求出家人 出家人的東西啦 要清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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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素啊 那你走去吃雜 走去走去走去 那所以呢 那香港的那些呢 他多數是 宏不是很賭的 那以前呢 這個宏宏苑 就是以前呢 這個池田雷虎來的時候 宏宏苑啊 他們跟池田雷虎學的嘛 那宏宏苑呢 還說這個在家人呢 可以做全法柯仙尼 那這個宏宏都特意 那當然了 他是在家人 他當然是說在家人 可以做全法柯仙尼 你做不做全法柯仙尼 那是一件事 就算你做得 你也大件事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 你要賺錢的嘛 賺錢養家 那你給了一些錢 就變成了什麼 那變成了要賺錢 出家人是不講錢的嘛 出家人 出家人都不講錢的 出家人 將生命叫豬 有錢就吃多一點 沒有錢就在罰堂上 沒有錢就醫食住行 都是罰堂給的嘛 但是在家人不同的嘛 你不賺錢的時候 要怎樣入家 怎樣入家 怎樣債住啊 那變成呢 成了之後呢 大陸那些人呢 將我的那些中遠流性價 拿來賣 十幾萬人民幣 開價 兩萬元賣 六十五種 會不會是兩萬元人民幣 這個淘寶網啊 淘寶都賣了 那你叫淘寶都賣了 連那個花都賣了 但是很多人都賣了 所以是沒有辦法的 你出家人的佛法 才是灑脫 或者能夠灑脫 就是錢 錢不錢的東西 我們給別人都不志在收錢的 就是法人不能收錢的嘛 所以這樣才能夠橫融得好的 如果你再加人又要學一個法要多少錢 收錢 收少一點又不行 這個又不教 那個又不教 收少一點 加多兩個字又加幾千元 全條罩又要錢 這個又要錢 那個又要錢 因為他們沒有錢不行的 我們沒有錢就最好 沒錢就好一點收益 沒有錢就最好收益 有錢就周圍走 這個未必好收益 所以我們不自在錢 他們不自在錢都不行 他們不自在 老婆自在 子女要交惡費 你不自在錢都不行 那又怎麼弄法呢 你說你可以 但是不是不可以 但是又怎麼弄法呢 那我不結婚 不娶老婆 沒子女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結婚 不娶老婆 沒子女 又有房子的 不如出家 只是出家而已 所以我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就改了 以前那些全部要 全部要這個剃渡 這個三月就剃渡 六月就售戒 這個十月就做全國公頂 所以池田雷虎來到中國的時候 他就傳了 一傳下去呢 發覺 咦 不對勁 他們全部是在家人來學 沒有祝家人跟他學 因為他是在家人來 錢雷虎是在家人 那誰跟他呢 誰是誰 祝家人不肯去跟他呢 是我 才硬著頭皮 沒有法律 他是第一個嘛 有些人犧牲下的 所以他沒有人跟他的時候 全部的雲雲苑 馮特鵬那些 全部是在家人來的嘛 那他就想一下 咦 大件事了 如果在家人做完四家人呢 就跟著要貫全法 貫頂給他了 但是古代的規矩是規定要出家 才能做到全國公頂的嘛 那如果他們做完四家人的時候呢 他就要求要貫全國公頂 那你不貫給他又不行 因為這個是規矩來的嘛 做完四家人就貫全國公頂 那這個是規矩來的嘛 但是他們是在家 那因果那個什麼 當然是他什麼 池田雷虎什麼 池田雷虎想 那你制不過 制不過 都說不要跟你們貫過 那他就說 你們做完十八道之後呢 你就去收十三佛法啦 每個收一百零八行 那這裡捱了十年 十三佛法做十年 每個做一百零八行才 最後呢 最後呢 你一直捱得多 我已經捱了十三佛法 十三佛法 每個一百零八行 一百零八行 每日做一行 起碼都 起碼都成三四個月啦 三四個月 十三 起碼 起碼你都捱七八年 捱了七八年之後呢 哎呦 那我們什麼都不行 那就做活摩啦 那十八道就跳去活摩道 沒有金剛界 胎藏界 不會教你金剛太胎藏界 因為教了你之後呢 那些是要供全法 供頂給你嘛 那其實呢 他們是未供得全法供頂的 那現在呢 十八道做完之後呢 那收十三法法 收了十三法法就做活摩 做活摩都叫做活摩啦 那變成了這幾十年呢 都沒有什麼人 除了那幾個 那幾個盟元啊 蓬德鵬啊 唐寶式啊 那些東西 唐寶式 她都打電話給我 想來我那裏 我不打 你共出名 就會搞你自己的 你想約我 我不行了 那變得行的 那所以呢 唐寶式往生了 那所以呢 唐寶式是馮德鵬的徒弟 那所以呢 中國呢 在這裏呢 十三法法都打電話了 那沒有人呢 沒有人呢 就做這些 那現在所見的歐瑟尼呢 都不是全法歐瑟尼的 沒有人是全法歐瑟尼的 那所以呢 我們去日本學完之後呢 我們回來的時候呢 那要傳法法的時候呢 那有沒有辦法呢 那我們呢 想到 因為呢 日本裏面呢 有個允許家銀 這個 這個有 傳法呢 有兩套東西的 一個是傳法 一個是允許 傳法 一個是允許罐頂 一個是傳法罐頂 允許呢 允許你修三度的法 那麼 傳法罐頂呢 傳金貪兩座的法 所以聽說 我們呢 在家人 做完四家行之後呢 我們就貫允許罐頂 那這個 允許罐頂呢 其實是很大的哦 在日本還在爭吵 究竟是先做傳法罐頂呢 還是先做允許罐頂呢 所以這個是從傳法罐頂 差不多級數的東西 所以聽說 在家人做完之後呢 貫允許罐頂 那現在有五十六個做完啦 五十六個在家人 那這個 傳法罐頂呢 出家人做完四家行呢 就是傳法罐頂 那不要一天都光亮了 大家都覺得 憶傷又不用說 又不用說要出家 又不用說要成 那現在呢 有十九個 十九個出家人呢 所以這個 傳法罐頂 這個傳法罐頂 所以呢 那你說哎呀 那又要得道又要受駕 我們呢 就第一 我們用個歸依法菩提心 法菩提心呢 代替這個得道 代替這個體道 那再加上歸依法菩提心 還說什麼呢 你還要看到 你看到道理又不遲 又不遲 遲家 那所以呢 大件事 所以呢 我們這個壽界的時候呢 台灣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說哎呀 我明天呢 要上班 天下怎麼辦 我說給你離婚的工 你受了三層大駕 你還要上班 她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都是啦 你受了就是受了的啦 那後來呢 聽說有離婚的 為什麼有老公呢 你受了三層大駕 你給我來做老婆的大件事 所以 所以你始終也有影響的 始終 始終也有影響 因為你的心理嘛 經常都兩邊走 一時就沒有受 一時就認真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不用去受這個歸 出家人就沒有所謂 你受多幾次都沒有所謂 就要受三層大駕 受到幾次就受了三層大駕 我們又臨前又受 小誠又大誠又受 那不爭在日本都受了 連西藏都受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歸於法無提心 那界呢 界呢 我們都是用佛聖界 來代替這個菩薩界 其實呢 這個佛聖界呢 昨天 這個禮拜日 我們受完了 佛聖界呢 菩薩界呢 有三種 現在菩薩界呢 就是釋迦牟尼佛做德界和尚 蒙殊師利做揭和 這個美勒做教授 那這個凡朗菩薩界呢 就是魯瑟羅佛做德界和尚 那這個 這個蒙殊師利呢 做這個揭和 這個美勒菩薩呢 做教授 那佛聖界呢 佛聖界呢 佛聖界是毫勒遮羅佛 大入如來做德界和尚 摩斯守羅天 這個毫勒遮羅佛為德界和尚 這個蒙殊菩薩 清良生蒙殊菩薩呢 做這個揭和 這個美勒 這個兜率天公美勒菩薩呢 做這個教授 所以呢 看三條界就知道 看哪個教授 所以呢 這個佛法僧 佛法佛化心生 現在 菩薩界呢 四重四十四輕呢 就是這個 釋迦牟尼佛做德界和尚 這個佛聖羅佛呢 十重四十八輕 這個呢 就是我們大乘焚妄菩薩界 那這個佛聖界呢 就是墨中的三會耶界 三會耶界呢 走十四根本堕 十四根本堕 其實十四根本堕是沒有東西的 只有法菩提心而已 不能夠退失菩提心 即是一沒有菩提心就堕落了 因為菩薩是要菩提心的 所以呢 只是不要忘記菩提心 不要走去退失菩提心 不要跟外道學 那這就是十四根本堕 四重十無盡界 這個藏脈叫十四根本堕 所以呢 受盈這個 就可以收食了 簡單來說 那如果你說 這個在日本 在日本他要受 他要得道的 那做三藤大界 你說的 比喻界 這個沙微界 菩薩界 沒有受佛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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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佩奴之下 沒有結言 那又不是 他在這個結言 灌頂的時候 有個壇 是特別受三會耶界的 你要受三會耶界 那要受 但是也沒有規定一定要受 所以呢 他們可能做完之後 他都沒有佛聖界 沒有佛聖界 你又怎麼收墨中呢 所以這個 這個佛聖三會耶界 是正式墨中的界 這個正式墨中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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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受完之下呢 就數四加行 做完四加行 就傳三部的法 那麼出家人呢 就傳傳法 和這個允許 那麼這個在家人呢 就就允許加行 允許加行之下呢 又可以 同在中出家人一樣 可以傳法 可以傳法 可以灌頂 灌到允許灌頂 叫他們呢 回去灌 回去灌頂 因為有些人呢 在大陸呢 他們是來不了香港的 沒有錢啦 一是這個簽證問題啦 簽證它現在一年呢 可以來兩個星期 如果是深圳 可以一個星期來一次 廣東好像都一個星期可以來一次的 但是北方那些 一個星期才來兩次 那有些是假期啊 要工作的嘛 請不到假 所以他們可以在上高 那我們現在呢 還有一個list呢 還有一個list呢 就問了他們 那你呢 你現在72個 7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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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個歐瑟尼 你想不想讓人知道 你的電郵 這個Facebook啊 電郵啊 那你那裡有沒有地方 香港被人做四家行 做戶摩啊 做戶摩啊 做四家行 如果一有的呢 那你便登出來 有地方 那些人就去你那裡學 不用走來我那裡學嘛 那些人都湧下來 你做完四家行 每個人都湧下來 第一 那些人是不是每個人都來香港 第二 都湧下來我那裡 那很不值 我不要收錢啊 做戶摩 每個做戶摩 花了一千元 就是至少一千元啦 你至少五十元一堂 那些木啊 那些什麼不用錢的 五十元一堂 你做二十億堂 那就是一千多元 最少的了 那一千多元 會不會花錢幾元 因為出家人呢 我還要付五千元做路費 那怎麼有人學呢 那怎麼有人學呢 錢就是這樣花的 不收錢 不但還要付錢 那代家人呢 不會付錢 就是不會付錢的 因為代家人有很多錢 那當然不用學了 那當然不用學了 就是這個 這個 那在家人 現在不能拿錢了 但是呢 不收錢了 那變了 現在很多人來學了 現在灌頂也好 什麼都好 大陸那些人很多下來 拉個大團下來 所以一陣子又說 我帶十幾個人來吃 是不行的 我說不行的 我們不是只是普通 你帶十幾個人來吃 我不是不行 煮飯那些不行的 煮飯那些不行的 你說下就下 所以這個 他們很開心 現在變成他們可以文化 那你學蜜中 最重要是找到食 就可以找到食 就是你不要說解脫字 你最重要可以用這件事做職業 大陸那些出來的 沒有東西做 大家都讀完大學 每個人都貪 有些大學 有些什麼 大家都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 就做這件事 那你賣啊 發氣啊 賣啊 那都是辦法來的 變成可以做職業 將它變成職業 那變成很多人學了 那所以呢 這個佛伯呢 是佛伯在世間 這個不離世間國 那不是說整天掛在口邊 說斷煩惱了生死 斷不了煩惱的 因為你不亂 你總之做人 你就有煩惱了 你不當它是煩惱了 你就不是煩惱了 你當它是煩惱了 你當然是煩惱了 天氣熱又煩惱 天氣冷又煩惱 有得吃又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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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陣子不開心又煩惱 什麼時候得到來開心 有錢之後又沒有名字 有了名字又沒有錢 那你始終都煩惱的 所以呢 所以人就是煩惱的 你預了煩惱才下來了 你預了煩惱 下來做什麼 你不當它是煩惱 就煩惱了 問題總是要解決的 最重要的不要走去賭錢 投資可以自負 你負是別人自負 不是你自負 所以呢 最重要的是 我們出了家這麼久 最好就是不賭錢 以前135 59924個麻雀 以前永昭不得猛 不是永昭不得猛 是沒有預算的 你一坐下去十七底 那個月都不知道怎麼過 所以我一出來就把那些錢 就把那些錢都扔出來 在庚房裡 那到沒有錢的時候 你可以去找 找哪裏有錢的 抬下底 床下底的那些 去坐車 至少要回到工作才可以 回不到工作都沒有 沒有的 不懂的 你都要回到工作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 出了家之後 不准賭錢 這是一個罪 佛陀真是很慈悲 不能賭錢 股票都不炒 股票都是賭錢的 股票不是賭錢 股票都是賭錢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是不足金錢的 不足金錢 不是不足 是不足 所有錢都是佛陀的 沒有憂無慮 佛陀沒有錢 就差點小 那佛陀有錢 那就用多些錢 用多些錢買什麼 那我們是不足金錢 所有東西都是歸佛陀的 沒有自己私人的錢 那這些是佛陀 所有錢都是用來弘法 所以那些錢 又不是很有錢 但是那些錢可以用來弘法 人家比我還好 但是他又不把那些錢來弘法 把那些錢去買田買地 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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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犯了價 你還打一件事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很少是有貨的 你看我們 我們沒有什麼 所以不足金錢 所以呢 我們財息名食稅 是沒有了 第一 我們沒有錢 不足金錢 息我們沒有老婆 我們不會去注意這件事 注意也沒有用 你做一天和尚 你就一天要遠離這些東西 所以財、色、名字更加不到你求 有名字就有名字 沒有名字就沒有名字 有名字就沒有關係 不會到處去的 所以這個名字是吃渣有什麼好吃的 人家說是哪樣東西好吃的 我不覺得哪樣東西好吃的 吃了這麼久都沒有覺得哪樣東西好吃 只不過是填飽過肚子 填飽過肚子都要注意哪樣東西對身體有益 哪樣東西對身體無益 那時候就沒有病了 我們40年還沒有看醫生 牙醫是有看的 多謝你們的金沙 牙醫是有看的 但是內科就沒有看 發燒、感冒那些 就是自己會好的 就是會調理的 那麼今年那些沒有試過發燒 沒有試過感冒 沒有試過感冒 沒有試過傷風 這一兩年都沒有試過傷風 所以你調理得好就沒有了 那些不好吃的東西 就是對身體無益的東西 好像今年那樣這麼多人送金沙來 我一顆都沒有吃過 過年一顆金沙都沒有 我看到一堆金沙在那裡 一顆都沒有吃的 為什麼吃來做什麼呢 吃了下去就大件事 就是朱古力 什麼好吃的 為什麼你說那就好 那當然了 以前吃了很多,要看男兒子 所以enes對名吃 所以 財色名吃,睡睡睡睡 Financial 更加不好 沒有更加不及了 所以呢 因為你收密宗 要收十幾個小時 原來要收十幾個小時 做一個護摩 四個供養法 一個護摩 兩次供天 四次蒙生 只差了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不可以減的 你說不得行請假 就不得請假的 因為我們請了一些人來執行 你和我們執行 擺東西 因為你做不及的 你自己擺東西做不及 浪費時間去做那些東西 就請了一個人來執行 你不做的時候 他就沒得做 沒得執行 所以你必須要做的 這個都是辦法來的 逼著你 每天都要做 做完之後他才能做 你不做完他就不能做 所以你有做沒有做他就知道 所以粉絲爺爺就沒得掏冷 所以十幾個小時 所以呢 財識名識碎 這個地獄五條筋沒了 沒了之後呢 就很羞 所以這個默法來講 默法來講 這個是需要的 所以其實呢 在家人收默法呢 你不一定要做四加行 就是你不一定要做四加行 做四加行當然是好 可以謀生的 每天可以做歐瑟尼 做行歐歐歐歐歐也行啦 全歐歐歐也行啦 可以開檔 教人家行啊 可以灌頂啊 可以成的 當然是好 但是 如果你不想做四加行呢 都可以 第一件事呢 你先做十二天神功 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十二天神功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也沒有的 日本的十二天神功 是供十二天的而已 就是做完這個護摩之後呢 他就怕護摩的那些 你工賞力不夠 吃不飽 所以你做一些實際的東西 所以叫你做護摩的時候呢 三天就做一堂十二天神功 那十二天神功呢 就是北之竹 北之竹下去供 我們頭頭用百寶竹的 現在用麥皮更好 那你供的時候呢 供十二天神啦 供其他那些天啦 最重要是本明星 本明星 當年熟星啦 今年是什麼呢 今年是廉晶 今年是廉晶 廉晶 廉晶 多達威伊 這個呢 廉晶 本明星啦 本明元神啦 這個呢 就是他的胎氣 就是十個月之前 這個胎氣啦 本明宮 本明宮就是十二星座啦 十二星座 就是恶媽奎西夢答咪啥啦 好好 廉晶 這個ENTRO 這個十二宗 這個十二宗就是星座啦 每個星座 接著呢 本明堯啦 本明堯啦 本明公 本明獸 本明祖 本明堯 本明元神 所以這個本命星 本命袁臣 本命熱宮 本命耀 本命壽 二十八壽 這個二十八壽一個月有二十八日 二十七日十四分 又三十秒 所以三年一樣 你只有二十七日記 二十七日半 第二十八那個牛壽是虛聲 沒有的 沒有人在那天出世的 所以你供自己的聲音 天天這樣供 這個人一來這個世界上 僅有條碼下來的 僅有一件事是固著你的 因為那些天是要控制你的 控制人的 所以一來的時候 你以前做了好事 做了壞事 要受報的 有一個時辰八字 用時辰八字來管 時辰八字多數是對的 但是後來呢 因為後天的事情 就改了很多 改了很多 時辰八字就好像變了不對的 那些了份四分 那些黃極神素 那些紫微 紫微豆素 那些 對 但是對 你走去算命 那算命就好像有數了 走去算命 走去批命 走去看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 第一 不是很準確 因為你後天做了很多事情 那你做得很準確 你又不做事 那你怎麼做才行 所以呢 第一 不準 第二 首先準也沒有用 你改不了 你不如每天給他寫 那這些就是護法神來的 那些是守護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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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守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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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二攻 一二攻 哎 雞腿打 打人牙籠 那他都對你好些了 那你說我那顆星是不好的 那越攻就越壞 所以 不會 黑社會你給他東西吃 他都會好 他對你好 他對誰不好 他對你好嘛 所以呢 共這件事情 就是實在有利益的 沒有事底 或者公共內 沒有人試過有問題的 那只是有利益的 所以呢 做十二天神共 那你喜歡修準題法也好 藥師法也好 你只可以做十二天神共 那放在蒙生 那就更加好了 就是可以 這個是積伏而已 那你放在蒙生 那些冤家債主 變成你的護法 那就更加好了 所以呢 你做這兩件事 你不想一定要學四家人了 那已經包你 一輩子人 咬咬咬咬咬咬 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這些護法神 你吃到飽的時候 他就會護持你 買份幫主 你變成他的買份幫主 本來他呢 你撐住你的 本來是要撐住你來受報的 但是呢 你賄賂他 賄賂他 給他一些東西吃 他變成你的護法神 護你的法 所以呢 這個呢 不用一定要做四家人 不過做四家人當然好啊 那我們呢 今天講到